我们人的爱情要伤 放弃你伤 哦哦哦哦 演唱会上好欢乐 不但有人带气氛 还可以亲眼见到心仪的偶像 真的有够开心 热情的粉丝成为偶像艺人 最有力的支持者 于是饭圈应运而生 他们不但有很强的凝聚力 也是牢不可破的同温层 更被称为是艺人网路声量的御灵君 在拥有一定的数据基础后 流量就开始影响广告商 以及剧方的一些选择 像转发量 粉丝的购买量 以及舆论的关注度 这些都会影响到 他们的重要的一些参考指标 这个偶像今天是看涨还是看跌 它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有多大 他们都会去看 甚至是分钟级的一个变化 为了让自己喜爱的艺人 能够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饭圈里的粉丝们 就要想办法帮偶像驻威造势 甚至刷流量送礼物 其实会运用一些 像情感动员这样的一个策略吧 因为大家进到这个微博国 肯定都是喜欢这个偶像 或者是喜欢某个演员的 那么你就用一些 就是说在修辞上的一些手法 去动员他们 为自己喜欢的这个对象 做一点事情 为了明星 大量囤积一些东西 这种情况也是确实存在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窗画里面 很漂亮的这种话术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就是这个东西 大概值几杯奶茶钱 或者是少喝几杯奶茶就有了 正因为饭圈里的粉丝出手大方 又特别死忠 所以这种粉丝经济 就被有心人士当成潜在的商机 试图从粉丝身上获取 包括金钱在内的一切资源 甚至有一位还未成年的学生 为了追星 不惜瞒着家人 在外借款将近一百万人民币 买门票的话是 大概一张是几十块钱一张 但是他们一次要买几十张 他说几十张因为 买门票越多 你跟这个歌星见面的时间越长 还有其他的什么买礼物啊 买衣服啊等等 我问他 你这个钱大致费用怎么花 他一个星期大概要六七万 五星节就要 他一包一包酒店 他说这个酒店 离这个他们这个定点 就见歌星的地方进 不管是网红或者是演员 当他有了一定的播光度之后 或者说在网上有很多人讨论他 这样一个娱乐趋势之后 一般的话接下来 下一步就是各种的代言 或者贪言影视作品 粉丝经济成就了艺人和他的团队 但是流传在饭圈里 非我族类齐心避意的文化 却引起许多争议 那这种遗情一旦被 饭圈文化里头的这一种 劣质偶像利用的话 或者劣质的偶像的这个 运营团队利用的话 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这些青少年 在网上相互的谩骂 互施 也包括人肉搜索 也包括造油攻击 不当消费 饭圈从最初替自己喜爱的偶像拉抬声势 衍生出各种爆料揭黑幕的网络大战 也让大陆有关当局决定出手整顿这股不良风气 以遏止饭圈乱象的继续蔓延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